对台湾观众来讲 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晚上 如此的高度关注 而且严肃地看待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东冲突 为什么 这次台湾无端被卷入 而且被借刀杀人了 观众朋友 昨天BBQ同时爆炸超过4000人 轻重伤 十几二十个人死亡 没想到对讲机紧接着跟着炸了 接下来的战争会更可怕 杀人不见血的电磁波脉冲弹 下一波攻击炮口要对准谁呢 君相你有看过 金斯曼特务的电影 他有一集曾经讲说 他们用手机或什么的 结果引爆之后 大家人脑一个一个爆炸 现在这种电影的场景 居然在黎巴嫩这个地方 陆陆续续发生当中 你知道吗 对于现在你刚刚所提到的 所谓的呼叫器的爆炸案 还有对讲机的爆炸案 现在以色列的光部长居然讲说 他说以色列正处在战争新时代的开始 而且不止这样 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发现 以色列的军队居然开始去攻击 所谓的黎巴嫩 甚至连他这个所谓的 在黎巴嫩南部 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的基地 通通就像画面上面这样看 一个一个遭到了攻击 所以整个事情时间之后拉开来演变到今天晚上为止 先是第一波BP Call 大规模的同时爆炸 再来是第二波就是 日本制的对讲机 跟着爆炸 然后无止境的所有跟电子相关 同步爆炸之后 以色列开始正规军 轰炸真主党了 所以这是代表所谓的战争新时代代表 是以色列要全面开战 可是其实在昨天 一开始大家发现到说 有这个所谓的呼叫器连环爆炸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有其他的产品 也有这种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 接下来居然发生的是在对讲机的事件 因为在黎巴嫩这边传出来说 由日本公司艾可慕公司 所制造的这个所谓的对讲机 居然也像画面上面这样 开始陆陆续续一个爆炸 而且甚至发生事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突然就这样炸开了 那你知道吗 这一款的这个对讲机 很特别的是 它这里在日本本身 已经停止生产制造 但问题是 它今天在黎巴嫩这些地方 还拥有这个画面上 看到这些对讲机 结果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在对讲机爆炸事件里面 已经造成了将近20个人死亡 400多人受伤的这样一个场案 等等 昨天BBGO已经炸一波了 第二波隔没几个小时 换日本制的对讲机 那大家看这个画面 导播我们再看一次 那个爆炸的画面 烟之强 火之大 力道之猛烈 为什么对讲机比BBCO 看起来好像杀伤力更大 事实上这原本的 这个所谓BBCO的 这个爆炸案里面 有人是怀疑说 它是把这个所谓 3到5克的微量炸药 放在电池的这个地方 但是你想想看 对讲机的体积 跟它的这个所谓的 呼叫器的体积 大小差很多 它能够放置的这个炸药 炸药的量 一定会比它来得大 之前我们不是提到说 它呼叫器爆炸案 造成有些死亡吗 对 那结果这些死者的家属 就要帮他们办丧礼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 在连这个所谓的 死者的丧礼上 也发生爆炸案 天啊 就这个现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说实话 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说 我会不会 这个呼叫器爆了 我的这个所谓的 对讲机也爆了 我还有什么其他地方 也有可能陷入在这种 恐怖被攻击的 这样一个当中啊 第三段画面要给大家看到 是跟发如一般的恐怖画面 导播我们来看 这第三段画面 你远远的看 一个圈炸开了白烟 然后第二个圈 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炸开 恐怖恐怖啊 而且你会发现到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 在整个黎巴嫩的各处 都发生这样一个爆炸 所以你从这个远眺镜头 你就会发现到说 我们刚刚提到 说这样对讲机 很多人还觉得说 你小小的能够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但你如果从空拍图都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火光 甚至有这个烟冒出的时候 那整个黎巴嫩是不是陷入到 火光四起的一个程度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现在更担心的是 其实不是只有3C产品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先自动车 居然也突然起火燃烧 甚至连路上的汽车有没有 很多就是这样像这样画面上面 到底是被人家攻击的 还是他自己自爆自然的 甚至有很多在房子里面 也都陆陆续续开始冒烟燃烧 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就是你开始要怀疑 所有你身边的电子仪器 有电子晶片相关可以远距控制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会在我身旁爆炸 现在黎巴嫩的民众 他们仍能自为的是 不只是只有对讲机 甚至有没有可能 连你的笔进行电脑 因为里面其实也有空间 也会有电子 像你这一般的家用电话 甚至这些东西 是不是通通都独自的被引爆 而且他们其实会讲说 你过去看到什么呼叫器 或对讲机 可能是特定族群在用 所以那时候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说是真主党的所谓的 这个人被锁定吗 精准猎杀真主党成员 但如果现在不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在民众的生活用品里面 或者很多东西 被人家用这个所谓的技术 把他引爆物给他埋进去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以色列 在这个所谓黎巴嫩这个地方 会变成被屠杀之城 那就是滥杀无辜 无差别的猎杀了 好 大家问 背后的总体人凶手是谁 昨天还在猜 会不会是摩扎德 不要猜了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房长 已经亲自打电话告诉美国 他们干的 因为对国外界来讲 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 一定是美国 结果没有想到美国 白宫和国安发言人柯比 他居然面对到媒体询问说 是不是以色列去攻击这个黎巴嫩 如果是的话 你们到美国知不知道 柯比居然讲说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跟17号跟18号的事件 无关 那你无关的这件事情上面 你或许是讲说 美国没有介入 但美国知不知情 他居然说什么 他说呼叫器连环报前几分钟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曾经致电给美国的国防部长 那这个 他应该是跟他讲说 我们接下来会开始展开攻击 那具体的行动 他说不知道 但问题是 以色列这个方式 是不是只在告诉美国 说避免你美国 完全都搞不清楚 到最后美国回来 责备这个以色列 但问题是 这样子一个爆炸的状况 造成了现在整个的 很多这个黎巴嫩人民 他的这个担忧 对于美国来讲 你到底乐不乐见 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为什么千里之外的攻击 今天晚上会引起 台湾人民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台湾品牌的BB Code 这次5000部同时被引爆 成了杀人的工具 台湾被借刀杀人了 我们只要问 这一批金波罗 金阿波罗老板口中 我们没有制造的BB Code 那到底谁做的 事实上这个金阿波罗的董事长 他昨天也出来讲说 没有啊 这个从头到尾 是人家厂商来跟我谈合作 而且就是一批的这个BB Code的成品 已经都做好了 然后呢 就是说要贴我的牌 那问题是呢 现在再往上再衰 你告诉我说 有一个欧洲的厂商来找你 现在被发现到说 这个匈牙利厂商 叫做BAC的这个厂商 你们疑似就是跟这批BB Code有关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厂商居然也否认说 没有啊 没有 我们没有生产制造这些东西 那怪了 那总有人做啊 那横空出事吗 那我相信金阿波罗的老板 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胡说八道 因为他讲说 当时在谈合作的时候 对方就跟他讲说 我们这一批都已经做 他还跟他讲说 你的品质 东西看起来也不是很稳定 你要不要直接用我的产品 对方还跟他讲说 没有啦 我们很多工程师啊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会失业 那现在问题来了 纽约时报现在也暴露出啊 BAC这家公司啊 他其实很有可能是以色列创立的空壳公司 这不就印象了我们昨天的猜测吗 会不会是以色列布了三年的局 养套杀 我养了一个人头 假装跟台湾的金阿波罗接头 说我要当你的经销商 结果呢 借我们的刀杀他的敌人啊 那他真正最主要目标 按照纽石的说法说 他有可能就是要等到真主党啊 发现到说原来里面有一批啊 这个牛肉好便宜 有一批那个BB Core好棒棒 所以呢我就跟你来下单啊 所以大家现在翻洋好奇 就是说第一个 你真主党所使用的 这些所谓BB Core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被特别生产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厂商说 有我们有制造生产这一批 那不可能横空出事嘛 那像匈牙利也讲啊 匈牙利就讲说 这个厂商是BAC 你们说是我们厂商 但是没有啊 我们没有把输出 这个所谓的BB Core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甚至呢 现在也被传出来讲说 这个BAC的幕后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 它的母公 这个上面的这一层 是在保加利亚 又扯第三国保加利亚 对啊 这一扯过来越扯越多了 复杂了这一项 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 你要溯源越来越难溯源 如果这家也是空壳 这家也是空头 然后这家东西 你要如何去找出 幕后真正的常进人呢 常进人会是摩萨德吗 我们现在唯一能追的是 这一家BAC公司 它真的是摩萨德养的一间 空头的人头公司吗 那我们先回来看 当时金阿波罗的董事长 他的说法是说 三年之前 有一家欧洲公司来找他 说是不是有一批产品 可以贴他金阿波罗的牌 可是问题是呢 他说BAC 现在去查了说 BAC一开始本身 他在这个营业登记上面 是用所谓的代销产品 而且在两年前才开始 自己制造这个所谓的呼叫器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 他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匈牙利里面 他们公司登记所代替 但我讲这个 你不讲他是公司 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说 他看起来也不太像是 这个真正东西 这是住宅耶 因为公司的名称 据然有一张那个纸 你知道吗 就影印出来就贴在上面 也没有挂牌棒 没有什么 通通都没有 他就告诉你说 公司就处在这个地方 那你这样子 再回去查他公司登记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是 2022年的时候才登记耶 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意义 问题是2022年 不过两年前 金阿波罗的董事长说 没有啊 三年前他就来跟我谈合作 那这终于今天一年的这个时间落差 到底是怎样 那说实话 商业合作的部分 当然这要回来看金阿波罗 你当时愿意同意 让他贴你的牌的这个状态下 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条件 但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记者跑到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公司登记地 因为他是位在这个 所谓的布达佩斯 结果你知道吗 你旁边的邻居居然讲说 这栋建筑物我们都知道啊 但是人家刚才讲说 你知道这边是一个生产商 是一个做BBQ公司 他说没有啊 平常根本没有看到有人来这边上班啊 那不就是矿特公司吗 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吗 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个 所谓的黎巴嫩来讲 他一定会现在非常很好奇 跟也很着急的是 除了这一批来历不明的东西 它真实存在之外 还有多少东西 也被藏了炸药 甚至呢 未来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被引爆的状态之下 他的人民到现在为止 人心惶惶 你回头来看 未在细致的金阿波罗公司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推了坑 被无端卷入了这一起无差别的杀戮 人群进一步带我们来看到就说 事情也别到现在才第二天 48小时而已 背后已经有一股暗黑的力量 一直要把台湾跟这个所谓的 无差别的攻击扯上边 要泼台湾脏水 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暗黑势力呢 你看金阿波罗公司的董事长 在昨天的时候立刻就讲说 这批东西不是他们生产制造 而且它不排除要跨国提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国安局说 在国际上的认知作战已经开始了 你想想看 如果黎巴嫩他们那边认为说 你这批BB扣这些产品 是由台湾生产制造的 那你完蛋了 你会不会变成是 你会变成黎巴嫩 他们会高度注意你的对象 而且刚刚对讲机还讲到日本 台湾跟日本最近在这段时间 不是关系也都非常友好 所以为什么国安局会担心说 所谓的认知作战已经开始 是因为开始有些讯息跑出 甚至在网路上 似是而非的讯息 居然在网路上 有人就讲说 我告诉你 他这批爆炸的BB扣 但是他们今年4月才进口到 这个所谓的黎巴嫩 而且还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时间点上面 以色列的这个国会的议会代表 还有访问台湾 当时还跟蔡英文总统见面 甚至蔡英文还承诺说 会深化两国的关系 你知道这种网路上的 这种是真是假的讯息 立刻会让人家联想说 你这样人家讲 是你的Made in Taiwan的话 是有可能的 这种勾连跟勾签是极其恶毒 为什么 今年4月 这张照片拍下来的时间 今年4月也是那5000台的BB扣 进到黎巴嫩的时间 你硬要把它签起来 这样子真的会似是而非 但是这家公司 也到现在突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家公司台湾很久没赢BB扣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家厂商居然 强大到这种程度 后来才发现到说 他们自己本身 其实他们卖的东西 有一般对讲机的产品 台湾都没赢 一般对讲机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种短距离 大概在两公里之类的这种 一般的民间通讯使用上面 有些人其实还会使用 火腿族什么会使用的 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强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他们甚至拿到FBI的订单 那为什么拿到FBI的订单 因为他们出产的这个产品里面 不是说只有一般我们认为 这种所谓BB官 文字型的对讲机也在他身上 那其实对于一些机敏单位来讲 我在小组行动的时候 我都需要干嘛 我都要做群发 所以他们那时候标榜是说什么 我可以做到保密啊 你知道吗 FBI当时跟他们下定的这种 文字型的对讲机 是可以队长一对十的方式 对他的干员来下这个命令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次台湾厂商 无端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尤其像这种所谓的假讯息的出现 对他产生这么大严重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当然支持他跨国提出告诉 好 李先生你怎么看到 摩萨达的复仇风暴 台湾厂商被无端卷入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说 台湾到底在整个过程中 扮演什么角色啦 第一个 检调在他 他约谈了金波罗的董事长去厘清 到底是不是说 是台湾出口了 整批出口了 那外交部也出来解释说 没有喔 我台湾从2022年到2024年 出口了26万组 26万套到欧洲去 这不是台湾的喔 可是我觉得外交部这样 撇清好像死地无因三百两 没有整组出去的 那有没有可能说 像金波罗讲的 是贴牌 是授权的 这要讲清楚啊 为什么 如果台湾像 如果国际媒体讲的说 我们变成供应链的话 那我们等于卷入了中东战火 我们扫到台湾尾 那接下来如果被中东纳入名单的话 我们台湾会不会被列为报复的对象啊 这大家比较担心啊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认知作战而已 而是要解释清楚啊 无止境的爆炸 失控的爆炸 真的是摩萨德布了三年的局 借刀杀人吗 但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 发动攻击呢 以色列似乎杀红眼 他已经预告了 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战争会更可怕 杀人不见血的电磁波脉冲弹 下一波攻击对象 瞄准谁呢 现在全世界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以色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眼上 引爆BB扣 为什么 被迫的 他现在他要跟真主党真正决战 但决战还没开始啊 双方还没打仗 真正打仗啊 所以他提前被迫发动 他本来是要跟真主党对决的时候 发动重创真主党 他大可不必要 为什么被迫 但是他这个5000枚手机 现在这个秘密 已经被试破了 有两个真主党人 已经试破了 这就是以色列 窃听的厉害 他一窃听 哎呀 他们怀疑 这个BB扣有问题 现在以色列 马上要做一个决定 对 要么放弃 要么提前攻击 对 放弃就是探紧察觉了 要不然就提前攻击 就以色列 当然 莫萨德心狠手辣 对 坐下去 就造成了这一次 惨烈的血案 哇 金皮疙瘩 原来是这一段 所以以色列是血战血环 是 他不会退却的 真正重要的是 伊朗 你打算怎么办 伊朗 你在干什么 以色列 打你一耳光 打你小弟一耳光 把你小弟打成这个样子 你忍气吞声 要到什么时候 现在顺度在看 伊朗 你什么时候动手 对 我告诉你 伊朗现在真正担心一件事情 以色列已经放话了 你伊朗如果敢动我 以色列 我一定会用 这个电磁脉冲弹 回击你 这听起来只有在卡通 才会出现的 开玩笑 电磁脉冲弹 有第二颗原子弹支撑 哎呦 对 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大家知道 什么叫电磁脉冲弹 它是一种 高能量的微波武器 我把你丢了 看到没有 它半一爆炸 电磁脉冲就攻击 这一攻击 对不起 你的通讯设备 你的电子设备 你的雷达 全部都作废了 类似 超高能量的辐射炸弹 这一档不得了 所以我可以瘫痪你 这是伊朗目前 考虑的重要原因 好 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 这么严肃而认真 讨论 老老远的 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冲突 因为台湾居然 无端被卷入了 摩萨德这一起 借刀杀人的 无差别杀戮 我真的感觉要讲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研究摩萨德 摩萨德的书籍 我几乎都看过 它那种精彩无比的事迹 简直让你拍案叫绝 当然 轰动全世界 而且我认为全世界唯一的案例 就是史上最惨的 摩萨德复仇记 这是什么 这是19720 穆尼黑奥运 9月惨案 这惨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黑色9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的8个恐怖分子 跑进了穆尼黑奥运 潜进了以色列运动员的寝室 杀了两个以色列运动员 劫持了9个 然后给德国警方说 我要两辆直升机 准备一个客机 德国警方 我真的要给 德国的联邦警探 这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一个大脸 他刚才准备两辆直升机飞过去 也准备了客机 对 他准备了狙击手 告诉那个直升驾驶 你提的是要降停 对 他下机的时候狙击手好打 对 就他那个紧张 听的时候这样停 哇 下机的时候根本狙击手打 刚好挡飞机挡到他了 那第二个 这已经够丢人了 第二个 客机上安排了机员跟机组人 对不对 对 害怕 是 想我要让你上飞机 我要开飞机 逃走了 自己逃走了 是 所以那个恐怖主机放 一下飞机看 客舱上没人 对 飞机上没人 对 就回来的时候 狙击手将军开枪了 还没打中 是 还没打中 双方爆发激烈强战 那人质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德国联防警战 最丢人一次 九个以色列的人职 全部死亡 以色列的摩萨德 是 发动了全世界 最恐怖 最厉害 是 最无敌 最不可思议的 上帝之路行动 对 他为了上帝之路 成立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 死神突击队 以死神之名 还没完 他把他短剑小组 六个最厉害 爵士美理特工 全部掉进来 好 我先考你 穆尼黑奥运 以色列死了多少运动员 全军覆没 11个 是 11个 所以以色列就用扑克牌 对 扑克牌 列出 黑色 9月 11个领导人 黑桃S 黑桃 全部要杀掉 哇 杀11个 好 血在血环 血在血环 我告诉你 简单讲 这11个杀掉 没有 刚开始很好杀 棒 14枪意大利 一个毕命 棒 巴黎街头 一个两枪毕命 棒 一个被炸死 但是死了三个之后 大概警觉了 对 蓝杀了 是 好 他们要杀第四位了 第四位呢 他很简单 先把他叫电话线解断 对 他就 电话不通了 就让他修电话 对 再修电话 电话线接通了 电话就好了 但他修电话的时候 在里面 放了炸药 放上去 后来 他跟记者有约好 以色列特工 连来修电话 都是摩萨德 对 打电话 他接下来问 你是谁谁谁吗 我是 棒一下 就把他头给人炸掉了 还没完 那有一个 更神秘 他根本炸不死 就得知他 到一个旅馆去休息 他们在旅馆的床垫下面 放了一个炸药 这炸药有四个街头 那弹簧 坐下去 碰到这个炸药 这炸药就启动 对 多厉害 但不然别人坐下去 没关系 他把那个家伙 体重算得很清楚 如果轻人坐下去 坐不到 刚好他的体重坐下去 就可以把那个炸药启动 看 多狠的以色列 多狠的摩萨德 谁都不要得罪他们 这期既中既 迷中迷 今天晚上来看 更全了 观众朋友 以色列对黎巴嫩 发动了无差别攻击 昨天 BB Code同时大爆炸 超过四千人轻重伤 原来只是序曲 你现在看到的是 更恐怖的攻击 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在当地 也无差别的开炸了 电动车炸 摩托车炸 房子炸 只要电子设备 都爆炸了 连环爆前几分钟 以色列防长 打电话跟美国说 他们要行动了 金阿波罗说 不是我们台湾做的 也一台都没有出口 然后匈牙利的 代理商说 不不不 如果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制造 那就问 在哪一个环节 又是背后的长进人 谁 在哪里 安了这个炸药 送进了黎巴嫩 居然跟在要讲这一题之前 我都默默的先把我手机放到旁边 然后我要装这个麦克风之前 我都犹豫了三秒 你怕他会炸 我心里搭建人战 太可怕了 这里是台湾 什么东西都会爆炸 我不是真主党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 我跟你讲 现在真主党心情就是这样 吓坏了 前一阵子我们讲 是不是还讲说 BB Code爆炸事件 数千枚BB Code 瞬间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讯号传递之后爆炸 结果当今天 他们要干嘛 办丧礼 就是说哀悼这些人 结果我们也想要参加丧礼的同时 碰 又炸了 结果各位看到这个又爆炸了 你看到现场大家 我们讲鸡飞狗跳 人呢 我们讲的非常的惊慌错乱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在现场爆炸的 竟然不是BB Code 大家当然学聪明啊 BB Code丢旁边啊 你知道放什么吗 对讲机 连对讲机都会炸 对 连对讲机都爆炸 甚至呢我们讲了 连这个不信尼娜的这种大体 也在现场爆炸 那样有多少 20死哦 450张 所以你看哦 这个现场画面是混乱 那理由很简单 你就问 雨萱 他们用对讲机干嘛 当然啦 因为哦 黎巴嫩真阻挡 怕什么 手机不敢用 FBI CIA 美国 或者是以色列 摩萨德 会去监控我 所以我就用对讲机 这种土字的 松松光光光 对不对 你摩萨德抓不到我了吧 结果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连这种真主党专用的对讲机 也锁定了 再三爆炸 所以各位 我就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真主党 你会想着 还是我要回到实际时代 因为 如果我全方面 所有的东西都遭到渗透 都遭到监控 那还有什么电子设备 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BB Code会爆炸 连对讲机都会爆炸 刚看到这个桑林的现场 只是第一个开场的序幕 后面一个一个的画面告诉你 如何炸到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又来了 跟鬼妹般的如影随形 居然哥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桑林不是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所连对象是什么 不是地 是人 代表你只要跟黎巴能 曾组长有关系 有联系的 所有相干等 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曾组长被炸 所以会去出席桑林的是谁 曾组长的人 那首都贝鲁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也是陆陆续续 林新各地传出爆炸事件 我们会讲应该都是曾组长 为什么会这样讲 包括你看有一个商家员工 上班上来 不 走死人 他瞧我了 瞬间就爆炸 那那个爆炸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威力 跟BB Code不一样 不一样 那时候爆炸的时候 BB Code是什么 他就放在腰间 因为BB Code就放在腰间 他的火药 大概我们讲一当量 大概两三克而已 所以爆炸的时候 对你瘴气攻击 但大家看到那个不是 刚才那是什么 那个是大规模的爆炸哦 所以那个代表 至少他的火药量是什么 三倍 而且你看这是什么 太阳能设备 连这种太阳能设备 对讲机到处 反正你只要跟电子产品有关 你只要跟曾组长有关 等于说他先锁定了人 再针对你这个人 可能使用到的产品 一一的我们讲的锁定 然后包括连太阳能板都会爆炸 所以我跟你讲哦 现在所有的这些曾组长的成员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躲到青山拉拉里面 否则没有一个地方 是安全可以兴免的 每一起爆炸都是一个谜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把火 这个浓烟炸开之后的 那个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哎你要知道 他已经停产十年 整整十年了 哪里弄到这些会伤人 会杀人的对讲机呢 对怪就怪在这边 我昨天讲到BB COST说什么 金阿波罗台湾的厂商 大家吓死了 各个媒体都在访问 结果发现金阿波罗说 没有啊 我授权给匈牙利 结果匈牙利找到说 没有啊 我只是代理商 而且匈牙利那个只有一个人 现在大家怀疑说哎不对 匈牙利那个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所假扮的 也就是把台湾的东西拿去用 日本的这个状况一样 日本的这个厂商叫做艾可牧 那艾可牧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型号 也就是曾祖堂所使用的型号 早就已经大量停产了 而且根本就没有使用 为什么2014年已经消失的东西 到现在还会存在 所以他们合理怀疑一件事情 就是说要嘛 就是我今天叫厂商叫货了 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为什么有办法安插在曾祖堂里面 代表曾祖堂有这个需求 他要着到什么地步 他要先掌握你的需求 而且掌握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向外叫货对不对 满足你的需求 对你可以叫BB Call 但是你可以叫ABCDEFG 很多厂商嘛 那你可以叫队长机 你可以叫很多厂商 所以叫做代表什么 他们埋伏已久 等到你意这个需求出现之后 订购了对不对 我中间马上给你拦截 我就喂给你了 拦截之后可能不知道 从台湾这边呢 不知道从哪里去调货 从我们讲的日本这边 不知道哪里去调货 但我想台湾跟日本 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共通点 怎么共通点 美国 金阿波罗说 我们有消亡美国 那我就请问日本这个厂商说 我绝对没有消亡中东 我相信 台湾也没有消亡中东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消亡美国 美国有没有可能 做一个习惨的第三方 在地协力 然后转给我们讲以色列 非常有这个可能嘛 因为他就是拦截了这个需求之后 用其他的名目 不要引起曾祖堂的 我们讲的怀疑 然后在过程当中 可能化零为整 什么意思 叫来一个零件 中间再把它改造 安插火药 这时候再送给曾祖堂 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的非常大的 我们讲攻击行动嘛 因为你仔细看哦 现在日本厂商都说不对 因为我们讲 黎巴兰那个东西呢 很有可能是仿冒品 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停产 而且我们不消亡中东 但我们各位 如果说是仿冒品的话 这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要仿冒 那为什么以色列 不干脆自己打造一个型号 以色列的科技 去做对讲机 很困难吗 对不对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他是用台湾 以及Japan这两个名义要干嘛 降低真主党的戒心 10月如果来自国外的产品 我自然而然我就不会怀疑了嘛 搞不好就我们讲了 这个摩萨德是干嘛 借刀杀人 借着台湾的名 借着日本的名 让以色列 让黎巴兰真主党 降低戒心之后 再借一举击杀 过去48小时 你所见证的 包含了VV Call 包含了对讲机 此起彼落的爆炸 全境遍地开花 无差别的炸 会不会导致于中东的战争 全面升级 全面战争呢 搞不好这就是以色列希望的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他不断地在驱杀 他们成员当中 如果说不是你干的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摩萨德干的 他会说什么 他可能会出来澄清 但不是哦 他说我代表 随时都可以找到你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局势升温是当然是有 但是以色列防长 好像也没在怕 他说什么 战争新时代来临 所以我就讲了 会不会这才是 这整起大秀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 我们讲的 你能够跟我们来 全面开战嘛 全面开战反而 很像是以色列希望的嘛 因为当现在这个爆炸之后 连BBC都在讲说 真的非常有可能 引发全面战争 那有没有反应 有 曾组长马上反制 用40多枚火箭弹 我跟讲各位 40多枚火箭弹 对于我们讲 曾组长来讲 小Case啦 那不是大中的啦 不是大中的啦 但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呢 有没有被打到 没有 他反而是 反过头来 散极利巴嫩 也是用突击的方式去 再度去攻击你的基础设施点 所以各位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 希望能够降低局势 降低局势的冲突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做 所以很显然 双边现在 借由这个BBCO 借由这个对讲机 已经开始一触即发 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晚上这样 台湾的观众 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 众多冲突 这么高度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杀人的 BB Call 呼叫器 金阿波罗公司说 这个绝对不是 台湾制造出口的 而前来接驾 担任欧洲经销商的 薛尔利被怀疑是 空投公司的经销商 也说 这不是我们制造的 我就问 那谁制造 总有人做吧 哪一个环节 在什么地方 被植入了 这微量的隐形炸药呢 这个国内的公司 被涉及到国际恐怖事件里面 我看国安单位非常重视 你知道 他今天就约谈了 这位金阿波罗这个董事长 结果他也就讲说 其实他整个事件 是这个三年之前 有欧洲公司来找他 而且跟他说 我们有一批这个产品 可不可以贴你的这个牌 结果他就说 他当时的立场是说 不想让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失业 所以他就授权他同意了 但现在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原先找金阿波罗 谈的这个叫做BAC的公司 他的执行长叫Christina 他现在也被国外的媒体找到的时候 他说也没有 我本身也没有参与制造 而且说我就是个中间人 你们搞错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样叫中间人 当时是谁跟你接头 要你从这个 跟你接完头之后 要你来找金阿波罗的 这一块你总要讲清楚 这不是搞错的问题 而且你看到 所谓的授权贴牌的意思是什么 你做 你负责做 我授权给你贴我的logo而已 不是我做 所以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生产制造出来的 到现在是个名 你的公司现在也被质疑说 你登记在匈牙利 但你很可能是一个空壳公司 因为他登记了住址 后来这个所谓的记者到县址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好像是一个民间住宅 根本不像是公司 而且他这个登记地方在这个地方 你还看到画面上面 也没有任何公司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用一张 把A4的纸列印说 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就是一家公司 而且你知道 再去看他的商业登记 发现他在2022年登记的时候 他整个公司只有登记一个员工 就一个经理而已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这样的一家公司 一人公司 那分明就是人头 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匈牙利媒体他就下去找 发现到说这一个登记的 这个所谓的BAC公司 他自己本身没有生产任何的产品 而且他登记的业务叫做管理咨询 那现在到底谁委托你去管理咨询这件事情 BAC也都不讲 而且更奇怪的是 在这个登记地的这个附近的邻居讲说 那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人家来这边上班 谁会知道这家事要的公司 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住家 我就问了 今天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方 找到Kristina的 问进去洗进去查下去 他到底什么底细的呢 他的专业领域是在国际关系跟商业发展技能 而且还有什么好笑 他说而且我对于所谓的量子力学跟灾难管理 也都是我的专长 好可怕 国际关系你也懂 量子力学你也懂 灾难管理你也懂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通天的专才 但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灾难管理国际关系 现在在这个是不就引发跨国的这样一个纷争了吗 所以他的这些专业事实上就被质疑讲说你会不会你这个本身的身份也很奇怪的 包含到什么纽约时报就讲说你这个BAC很有可能是以色列创立的空壳公司 所以背后老板真的是以色列再摸上去会去摸萨德吗 而且你知道吗 纽12说法是说他假装就是说我是国际呼叫器的这个生产的厂商 因为一般民众老实讲 现在手机 我们不会再用呼叫器的呀 手机通信很发达 我真的有事一般民众就是打手机 但你如果怕被窃听 我可能就转存用BB Code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是不是这个真主党因此这样而被上钩 上钩了 而且你知道吗 纽10当时这个国际还有其他媒体也都讲说 不只是这个所谓的BAC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以色列可能最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 而且里面这些所谓的这个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 他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叫做以色列的特工 所以你讲到这两个我恍然就明白了 如果这个是摩萨德布罗三年的局 摩萨德养了这个CEO成立了这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二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三个 我都在卖你们最想要的BB Code 需要的时候来买 你买了我就有机会在里面塞毒卖给你了 而且看起来啊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阴谋的话 那这个阴谋其实他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深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便去找一家厂商 人家也会质疑讲说 你这东西品质好不好 他就会找到金阿波罗的这件事情 对台湾民众来讲 可能对这公司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看他生产的这些产品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用得到 比如说像圆盘型的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到大卖场去点餐的时候 不是都会跟你讲说 好不好振动后取餐 煮熟了 餐好了他会跳 他会跳嘛 振动后取餐嘛 他会还有那个闪灯在那边闪闪闪 就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产品 那这一家金阿波罗公司 他的资本额是一亿元 但员工不多 只有36个人 但重点是什么 他研发设计制造 这些所谓的无线通信产品 他的品质跟你讲说 我提供十年产品保固 一般保固大概就是一年两年了不起 他说我可以给你这个十年 用不太的啦 所以我们虽然很久 我们台湾其实对通信机的 这个呼叫机的业务 事实上那个通信业务已经中止了 可是在国际上不是这样 包含到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找过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说我需要的这些所谓的通信产品 是需要有极度保密的 而且是不能够被别人给破解 他们也找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做什么 你知道文字型的对讲机 你知道他们在全盛时期 整个的这个市占率 在荷兰的市占率是99% 美国市占率是60% 都是最大的耶 而且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他合作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你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零件 或者是这个零组装 不能够在生产 中国生产制造或代工 所以高机敏 高保密的这个特质 是不是也让摩萨德看上他们的原因呢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当今天如果是摩萨德策划这些的时候 他也是很慎重的在挑选这个厂商 但只是因为这个挑选这个厂商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这金阿波罗公司 已经出来讲说这个东西事件从头到尾跟他都无关 而且呢他为这件事情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 说真的你的产品被画面上这种所谓的连环爆炸案 被认为说是被用来做的工具 对他的商与是有多大的打击啊 好 原之我们看到了在黎巴嫩 5000个BP Call同时被引爆变成杀人的写地址 上面贴着台湾系纸金阿波罗公司的logo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厂商说不是我们做的不是Made in 台湾 讲的跟我们台湾无关 但我们的政府第一时间讲说这是我们做的 只是说外销之后被做手脚 所以我真的拜托我们的政府 你在没有查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发言 因为你的随便发言是会让台湾置入险境 然后第二件事情 这个金阿波罗他讲说这个跟他合作这个欧洲厂商BAC 在台湾实际上是有办事处啊 我就非常想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等一下 他在匈牙利只是一张A4的纸张 你根本走过去你都会错过 不会注意到他两眼的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啊 在内湖有办事处啊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那个老板啊 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很生气 他打电话到这个内湖办事处去骂人 去骂人啊 那我想问我们的国安团队啊 你有没有掌握到这边有一个办事处 而且你外国公司在这边设办事处 你也是要有登记嘛 你要有金流啊 外资在这边要有金流啊 请问你有没有掌握 就是金阿波罗的协力厂商 忽然间在两年内 说要自制BBQ 然后这个金阿波罗的老板才好笑 老板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包括付款方式 包括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过时的BBQ产品 老板都觉得很奇怪 那老板觉得很奇怪 你都没有提高警觉 然后那我们的国安团队 到底有没有掌握 而且这个老板 是这样好心叫他针 你看 因为不想让BAC的工程师失业 我才授权贴牌 结果 我自己先反而惹祸上身 麻烦全倒灰 对啊 对 然后我 那个俊阳哥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是照道理来讲贴牌 贴牌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国外生产的BBQ 贴金阿波罗的牌子 可是 他在那个制造的 产地那边 他不会写MIT 他应该会写MI 就是Made in欧洲嘛 应该是这样嘛 可是为什么写Made in台湾 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让你觉得非常奇怪 那我觉得我们关心的是这样 第一个你要去查真相 所以调查局什么有去查 OK的 你要查明真相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让台湾置于险境 那这个事情的爆发就是 我会觉得我们国安团队 一开始是荒腔走板的 就是没有掌握好状况 然后还有哦 我今天还在媒体上面看到 我们的国安人员的带风向 他们发给一个记者写一篇报道 那个报道就讲说 这个事情 很多境外势力 又想利用这个事件来攻击台湾 然后就举了很多不同的网站 讲说什么 特别故意 他说那些网站的新闻都刻意去提到说 这个BBQ是台湾制造的 所以刻意要把台湾 跟这个恐怖事件做一个连结 然后是国安人员去讲的 就是怀疑又有境外势力在攻击这个东西 而那些境外势力跟中国大陆又有关系 就是现在又在带那种抗中的风向 就说中国大陆又利用这个事情 想要危害台湾安全 我真的觉得国安人员 你真的不要这么闲好不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不要让台湾置物险境 你就好好去查 你去查清楚 然后要很大声的用力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对这个事情也很遗憾 不要再去带这些风向了 带这些风向 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没有帮助 两岸关系更加激动了 10点一开始 我们带大家关注的是 中国祭出第三波的对台经济制裁 宣布停止台湾 34项农产品免关税 总计EGFA500项 享有免关税 关税减免的早收清单 已经有将近36%的项目 已经宣告结束 但当中埋了一个伏笔 中止不是中止哦 差一个字差很多 两岸还有细畅吗 还是会一路走到黑 伟汉带我们来关注 好 今天要不要报警的观众朋友 中国大陆又出招了 才刚跟大家讲 中秋节之前 又只能卖的对不对 好多人都高兴啊 花莲不是卖一大堆柚子 去中国大陆吗 但是他只有卖花莲 因为他是认证农场 所以呢 这个果园可以 那个果园不行 那怎么就只有花莲 结果还在高兴 没高兴半天以后 现在宣布下个礼拜 9月25号 中国大陆取消 34项的农产品 零关税 观众朋友什么意思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宣布中止在这里 宣布中止EGFA的 34项的零关税 就像之前 也中止了农予产品 销售大陆 先把它停起来 英文叫pause 停住了 暗暂停键而已 暂时停止了 它又开了嘛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之前是停止了很多农予产品 那个柚子联务啊 还有释迦 不能去卖 后来柚子解开了 这叫把中止给停了 把打开了 那就可以继续卖 现在是怎么样 把零关税给终止了 暂时按暂停了 所以没有零关税了 好 那观众朋友 郭台北也讲 为什么 他就是针对赖总统而来嘛 他说赖总统是顽固坚持台独 所以没办法 我们呢 这个关税的优惠让利 我还给你让 让个春天 不让了 以后就按照 要收关税 要收关税 所以呢 整个受到影响的这些 有卖去中国大陆的农予产品的 这些农民 跟这些销售的朋友们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多少就业人口跟生计 在这34项的农产品项目的后面 这些人怎么办 政府该怎么因应呢 我跟大家讲 原本不是说 文旦不能去 奉行之下不能去 但现在可以去了吗 那才刚可以去而已 现在把这个关税取消以后 表示什么 表示成本当场就要加了 对不对 所以即使能卖都受影响 那这么多的34项的农产品 都已经取消零关税 状况之下的时候 成本增加 就是这么简单 那以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 第二个 那行政员要怎么办呢 观众朋友 其实我在我们的报信文节目 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两岸现在目前看起来兵凶占围 如果ECFA能抽腿的 其实说实在的 你要早抽腿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又解除中止 什么时候是真正的terminate 完全没有了中止 停了 The end 不知道 那这种中止之下的时候 你要计划说 那我们行政员就跟大陆好好沟通 可是问题是现在没得沟通 赖总统是讲什么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所以基本上 就不可能有办法对话 那行政员当然 他会为了我们的农余民 他会表示抗议 就是说 强烈抗议这种 经济胁迫的手段 你先经后证嘛 你让我们台湾的这些农余民 必须迈去中国道路 然后你又提高关税 你又减少了 那个取消的零关税 然后你一下子又不能买 一下子又不要卖 那怎么办 所以台湾就被胁迫 那你也只能抗议啊 那回过头来 其实基本上 在这个今年1月13号选举的时候 三个候选人都要讲清楚啦 那赖希泽总统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对抗中国大陆嘛 可是他还是拿到40%啊 那问题是40%可能不是 ECFA相关产业 这我们不知道了 但所以就会有一些批评说 那你要怎么面对 中国大陆即将要停止ECFA这个事情 现在看起来 现在是POSE 暂停嘛 暂停以后 最后是中庭 弄中庭 那怎么办 只能躺平 都要有抑郁 没有办法 因为有200万人 现在目前 这个就业人口 是会因为ECFA而受影响的 我基本上 我的工作看起来 好像比较没有受影响 但是包含了这个文旦啊 凤林世家啊 还有这些鱼产的人 他们就受影响了 那怎么办 俊强哥怎么办 没有办法 只能躺平 因为没有对话管道 那他又要求的是 不可以坚持台独 那问题是 现在目前讲中华民国 也被视为制毒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让他 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停 我们完全无法掌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上一波 这个是第三波 第一波第二波 石化啦 工具机 就两百万旧人口 受到冲击 再加上这个三十四项 这个受冲击的人口 跟家庭是 只会多 不会少 你就看到说 先经而正 还有一个是 国防军事的剑拔弩张 那个也是 可以说是非常紧绷 有增无减的压力 所以其实文攻武贺 然后锁经济嘛 文攻武贺 在文的方面 大陆的国台办 国外交部会发言 就讲说我们 基本上承接台独 在这个锁经济的部分 那就是ECFA嘛 后面还有可能相关的电子产品 那在武贺的部分呢 观众朋友你看 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要释出最新一系列的军事纪录片 他要告诉你 其实你一开始看的时候还蛮强的 这不就是福建啊 相关的这些地形地物 看来还很欢迎 结果呢 其实他是模拟要攻击马祖 马祖直接被模拟 就是这个虚举 清返港 就是他攻击的一个对象的模拟 那所以当中国大陆 我刚刚讲的文攻武贺锁经济 这武贺的部分 他并没有停止 那解放军也有鹰派啊 我们随时要做好 台湾独立 我们要攻打的一个准备 所以他的演练画面 一四处的时候 两岸关系又紧张了 那这部分刚刚讲 水果要取消零关税 我们没办法 中国大陆要军事演练 我们也没办法 好 你刚刚提到的武贺 武贺完我们来看文攻 居然这一款最黑洞的黑悟空的这场游戏 也撩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 今天刚好就三题了 文攻 武贺 锁经济 那文攻的部分 其实就是文化跟两岸的交流 其实观众朋友 两岸都是华人 都是中华民族 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的反渗透法 如果你接受大陆的支柱 然后你又去进行政治活动 这是不行的 但如果没有 我只是玩完黑神话悟空 可不可以 基本上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现在居然传出说 居然有这个调查局的人在看 因为最近有很多直播主 我们台湾的PS5还没有 上次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可是你可以下载啊 就是PC版 电脑桌机版还可以玩啊 那玩 不是只有玩的呀 我要开直播给大家看啊 对不对 直播主基本上也要跟上流行 所以台湾请前一阵子 开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 再玩给大家看 直播主还不少 结果居然传出说 直播主在直播的过程中 聊天室有人在那边 他有留言啊 怎么样啊 怎么有调查局的人也在里面啊 哎呦 还是调查局 调查局也要玩是不是 是他本事吗 没有 他来看 他说因为这个游戏 看起来是讲什么 两岸都是同文同种 两岸都是中国 所以呢 这就是一种统战 不可以给你洗脑 然后你玩来说 哎呀 其实各位网友 我们玩这个 黑神话悟空 你看 现在祖国大陆多好 都已经能做出这种 对不对 3A的游戏 对不对 好棒的一个制作的品质 是 跟这样的大画面 我们应该来玩 但问题是 我们没有玩人自由吗 所以这个 直播主啊 还有这媒体就讲说 哎 太多 太离谱了吧 玩个游戏 开直播都有调查局的人在里面吗 好 观众朋友 我先跟大家讲 调查局有发神经稿了 你跟我这个新闻虽然都爆了 但是我们调查局 调查局有个新闻稿吗 没有这回事 我们确实监控 在台湾可能接受 中国大陆资助的 相关的 受指挥的 要影响两岸 或者是 帮助统战的 在地结立者 有 但是不包含黑城荒物空 他说玩游戏算什么 我们没有啊 我们会监控 可能涉及反正当法的人 但是我们没有监控这个游戏 要补一句 因为那个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 他也说他想要买来玩 所以玩这个游戏应该是没差 但如果玩游戏当中 在过程当中 可能有人是接受对岸资助 要去吸收 改变台湾的一些政治意志形态 或者要配合中国大陆去 把台湾的机密 露给中国大陆的 这个不行 这个就涉及了反正当法 宇軒 文公武贺所经济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两岸还有细唱吗 还是就这样一路走到黑 我是不至于那种悲观 但我觉得 这个黑城荒物空太好笑了 今天调查局 如果会跑到聊天室去看 那我只想到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自己卡关了 破不了关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 这样还单纯点 去看一下调查局 一定都有在玩嘛 梁文杰都说要玩了 下班 所以我拜托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要抗中保台 我相信台湾2300万人 没有人会有意见 但大家最讨厌就是这种 最讨厌是什么 就是内销 就自己人骗自己人 只是要拿中国来消费 然后我们讲的在国内 他们讲说 里面猛骂中国 然后事实上 遇到外面的时候软啪啪 这种东西大家受不了嘛 因为我们讲白了 前一阵子我看到许多关于 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言论 他们讨论说什么 哎呀我跟你讲 这黑神话悟空 就是要抨击对于习近平统治的不满 事实上这是他们内部 对于自己非常绝望 开始在阿Q精神你知道 我就黑人问号 因为我们要讲白话文嘛 实际上的到底现在要发生什么状况 第一个刚才委员刚刚把我们介绍说 农产品的问题 那农产品之于台湾的经济冲击大不大 大 我坦白讲对于特定人大 因为这样才精准 就是说 只有这些农与民 或者说有在生产 从事这些的人 当然要讲影响胜趣嘛 但这些影响胜趣 会不会是我们政府的考量点 我打上一个问号 这不是他们的票仓吗 不是啊 他还说劳工是最软的一块 这已经讲多久了嘛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舍弃掉了嘛 已经舍弃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 会不会这是我们现在当前政府 舍弃掉的那一块 因为另外你讲到 比如说像中国好了 他要进行武嚇好了 那我坦白讲 武嚇之前还跟你介绍一下风俗民情 哪一个台湾人吃这一套 哪一个台湾人吃这一套 没有人吃嘛 所以我就讲了双边都在做 要做友谊的事情 要嘛今天要干嘛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剑拔弩张 真的要冰龙相见 那大家不乐见嘛 要嘛就说好 那我们坐下来谈 双边应该进行善意的交流 所以当你仔细去推估说 中国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对我来讲只是例行性的工作 也就是他的功能 跟这个黑物况的功能是一样 你知道吗 内销 出口转内销 演给自己人看 你看那个影片拍的多精美 那一点实战用途都没有嘛 你真的实际的操演不是这样子嘛 这就是在拍电影嘛 所以我认为啦 双边如果真的要交流 两岸如果真的要交流 善意当然是好事 但是呢 如果是这种单纯只是为了内销 然后呢搞到剑拔弩张 坦白讲我也觉得激不起什么 好 原则当年在推ECFA 我们说会够缓 结果现在一路关灯啊 你怎么看 第一个它当然对台湾的经济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 就是因为它是把 原本是减免关税 那现在的关税要提高到最多20% 那我们农民如果要出口水果到大陆去 当然所付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农民来说是会有影响 但我觉得我比较 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们政府 现在感觉到面对ECFA早收清单的让利被取消 现在感觉好像都无所谓一样 他们的套路呢就是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讲说 哎呀对岸呢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伤害两岸感情的事情 这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要到WTO去仲裁 我觉得讲这两件事情都是不痛不痒 因为第一个你说 怎么人家在做伤害两岸感情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政府 也没有刻意要去维持两岸和平嘛 那我们跟对岸的贸易 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 有没有贸易壁垒 也是有啊 我们也有很多限制他们东西进口嘛 那贸易本来就讲的是互惠嘛 那当对方一味的让利 而又得不到我们善意的时候 那他去取消这些 这个汇率 优惠 我觉得是非常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现在看就是 你有没有想要去解决这个事嘛 你政府有没有想要 做一些事情 不要让这个事情持续去发生嘛 那政府讲了要去WTO提仲裁 更莫名其妙 因为WTO讲的就是 两边的贸易要互惠啊 那如果我们做不到互惠 你去WTO你会赢吗 你也不会赢 然后政府每次就要粉饰太平 就说没有关系啦 我们现在已经有开新的市场啊 然后什么我们降低 对中国大陆的行销啊 讲一大堆 可是我去看那个资料啊 我们1月到6月的农产品 出口到大陆去 一样啊 还是占很大的比例啊 是占百分之十几啊 那难道这百分之十几都不重要吗 所以 我觉得政府不要每次都嘴炮啦 都讲那些不早边际的话 你应该实际上想的是 那未来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怎么样不要让台湾农民有损失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农民想要知道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政府也不要动不动 像民进党啊 就是一直逢中必反 我觉得真的搞得很烦的 除了这个经济的问题之外 我最近看到一个 我觉得很夸张 就是台北市民进党党部啊 说帮忙要办一个 这个活动是帮妈 要进校道 然后帮父母洗脚 然后结果台北市民进党党部 办这个活动 居然被民进党支持的骂 骂说 哎呦我还以为这是国民党办的呢 怎么会有这华国文化的活动 哎不是啊 进校道 帮爸妈洗脚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什么华国 是国民党办的 所以民进党人都不要进校道吗 他们现在是把 只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东西 全部都打成说好像很不切实际 然后很多都是跟统战有关 如果说我们一直抱持着这样的态度 就是逢中必反的话 不管是在文化上 经济上 我觉得都会让台湾陷入那种 发展受限的状况 民进党政府不要再搞意识形态了 今天全国都在关注 发生在台东部落的这一起毒粽子的事件 夺走三条命 怎么会这么诡异 83岁的妇人吃下了包裹 瓜牛 竹笋 猪肉跟小米粉的粽子 结果丧命 没想到 族人前来吊咽 守灵 吃了同样的粽子 又两个人没命 第一时间大家研判 可能是粽业残留了农药 所以导致 没想到化验出来 完了 真的是剧毒的农药成分 但问题是 粽业没问题 瓜牛也没问题 农药成分 怎么会进到了粽子里去 谁让它放进去的 现在要查哪一个环节 背后 有没有人为下毒的可能呢 对 这样子从昨天开始的 大家的关注度都在台东县这个地方 台东县那个阿嬷 他竟然是斑碗的时候呢 开始身体不舒服 然后晚上人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好 大家就到他家里去调业 去调业之后呢 就是把这些该干嘛干嘛 弄完之后呢 看到说还有这些阿柏 阿柏是什么 就是这种 他们当地很流行的这种小米粽 然后就吃了 吃了之后呢 集体中毒 一个两个三个 全部都送进去 到目前为止 已经夺走三条人命了 而且还有12个人 是集体中毒 那大家就想一件事情说 这个阿柏 是他们几乎是常常在吃 每天在吃的东西 难道有什么样 不干净的一个食材吗 第一时间 竟然是有一个人 被警方给带走 这个人被带走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小米粽 阿柏里面呢 有放蝸牛 所以呢 大家第一时间想说 会不会是蝸牛有问题 然后就去想说 阿嬷的蝸牛哪来的 竟然是一个竹人 就说 我啊 我在我的农地 这边弄一弄之后呢 把这个蝸牛拿过去给他 所以大家就想说 一定是蝸牛有问题 好 查了半天 现在竟然是蝸牛没有问题 那蝸牛没有问题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想想看 阿嬷吃了之后有问题 然后呢 其他的竹人吃了之后也有问题 而且呢 他们都有中毒的反应 什么叫中毒的反应 你知道这患者 全身发抖 失去意识 一直冒汗 口鼻的分泌物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身上散发疑似 农药的奇特的气味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会不会跟农药有关系 好 忙了一天一夜 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卫福部终于出来讲清楚了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们怀疑的蝸牛没事 那叶子也没事 那剩下的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内馅 可是内馅他们验出来 一个什么东西 非常非常毒的土壤的农药 它不是打在一般的叶子里面 它是打在土壤里面的 它让土壤里面的戏剧 土壤里面的害虫死掉 这个叫什么 叫托福松 这个有机磷托福松 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臭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喷洒在一般的叶子上面 它是打在这个土壤上面的 所以它的毒性非常的强 那我问你 应该是打到泥土里 非常臭的这个农药的一种 对 它不应该出现在粽子里 我刚提到 你知道粽子有什么 有蝸牛还它清白了 有包粽子的叶子 我们也还它清白 还有竹笋 跟猪肉 跟小米粉 有没有可能来自于这些地方 不对啊 因为你打在泥土里的农药 怎么可能出现在猪肉里 对 这个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难查 如果是蝸牛 蝸牛是谁 竹笋已经举手 蝸牛都要送阿嬷的啊 那如果是叶子 谁去采的 他们家的人去采的 所以如果是蝸牛 如果是叶子 那就种了嘛 对不对 问题是特别 我们看这个老婆说 阿柏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这个肉粽 小米肉粽 阿柏里面呢 是里面 可以用什么 把内馅用食用的叶子 包着 再用月桃叶来外包 煮熟 好 内馅的重点就是 你打到什么 就吃什么 所以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蝸牛吗 有人送蝸牛 就把他丢进去 把他弄 然后呢 有其他的蝸子 我就把他弄进去 那这样子就复杂了 因为如果你是蝸牛 你可以找到人 如果你是外面的叶子 你可以找到人 那那个内馅 大家就搞不清楚了 更离奇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找到脱符松 它是在往土壤里面的 那难道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会跑到内馅里面呢 只有一个可能 现在检调已经进去查了 因为前方是卫福部的事情 卫福部已经验出脱符松了 那为什么现在检调要进去 你如何让土壤里面的毒物 变到内馅里面 如果没有一个人 人为把它加工 或者是把它做一些处理的话 它是不会跑到 阿嬷的阿百里面 不会跑到这个内馅里面的话 大家怎么会吃得到 更离奇的一件事情 阿嬷其实它吃下去之后呢 它旁边有个小狗 它是有分一块给它的哦 可是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 哇 阿嬷走了 小狗却是活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更离奇了 难道是小狗吃的那一块 没有问题吗 那如果小狗吃的那块没有问题 那不就太针对性了 对 如果小狗吃的那一块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特定的种子是有问题的 而小狗吃到那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它的毒量是不平均的 那这个东西来讲 就不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出现的 那回头去讲 难道真的有人要来下毒吗 你这样让我想起了 哎 几个月前半年时间过好快 保龄茶室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全盘的轮廓 保龄茶室都很难查 被形容说这件事情可能比保龄更难查 哎 蝸牛哎 对 蝸牛这件事情大家就想到说 蝸牛能吃吗 蝸牛能吃 但蝸牛吃坏了 会灭门哎 对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保龄茶室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已经查不下去了 已经变成悬暗了 因为当初来讲保龄茶室的话 其实检调是非常有信心的 你保龄茶室能出问题的在哪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的规调 就是你的原料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厨房有问题嘛 所以呢你把它这个东西 把它给巩固住之后 应该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意外 但是呢你看查到现在来讲 你查得了下去吗 已经查不下去了 但是大家来讲说 这个事情可能比保龄茶室更难查 因为保龄茶室只有厨房跟实料 这个地方来讲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内线 开放式的也 对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而且呢在山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保龄茶室还有监视器 因为它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山上没有监视器 好 你讲到蝸牛能不能吃 当然有些料理是可以吃蝸牛啦 可是你知道吗 大家餐桌上面的金兰酱油 以前发生过一个跟蝸牛有关系的 灭门案件 你知道吗 他们的第二代在1985年的时候 他们第二代负责邱中贵 他那个时候呢 有朋友告诉他一件事情 说你吃蝸牛可以养生 可是你不是随便吃蝸牛 你要去找什么 非洲大蝸牛来养 不是说你抓到你就来吃 你要去养这个非洲大蝸牛 你要什么养呢 你要用生菜叶子 青菜去喂食它 而且你喂到什么时候呢 你要喂到它排出绿色的大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身上的毒气 身上的一些土气 全部都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什么 你喂食的这个青菜叶 所以当它排出绿色的大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蝸牛拿来做什么 蝸牛 生吃啊 生吃蝸牛 而且他这二代的负责人 中秋贵他不是自己吃哦 他还给他的家人吃 给他的小孩吃 然后大家都中毒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司机 大家想司机关于什么事 原来他对员工很好 他就想说 我终于把这个非洲大蝸牛 养住他有排出绿色的大便之后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的毒气都不见了 所以连司机也叫来吃 吃下去之后呢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广东的注血献虫 这个东西你要去煮 都不一定可以把它消灭掉 更何况你吃蝸牛 生吃 生吃下去之后呢 他在你的身体内 不会让你马上发病 可是呢 他会慢慢的找 慢慢的找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 大脑 你经过大脑之后呢 你就会发病了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负责人死掉了 然后呢 他的长子也死掉了 次子呢 其实昏迷了十多年才死掉了 所以真的你随便吃 或者是没吃醉蝸牛的话 可能会造成灭门的血案